宋家三姐妹 一个爱钱 一个爱权 一个爱国 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抹难得的亮色 可以说是纵横百合叱咤风云 留下一段段令人难以磨灭的历史痕迹 晚清末年政局动荡不安 百姓民不聊生 民间无数爱国者高喊反对口号 大实业家宋家树 宋家树英文名叫宋查理 她在美国流过血 本人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她让自己的三个女儿 将心爱的洋娃娃丢进火堆焚烧 小女儿宋美玲个性鲜明喜爱谈判 忍不住跟父亲讨嫁还嫁 二女儿宋庆玲声名大义知晓势力 即便不舍 还是主动将洋娃娃丢进了熊熊燃烧的火堆 大女儿宋爱玲一言不发 将洋娃娃丢进火里 却悄悄在袖口里藏了个小的 三姐妹不同的反应 也映射着他们此后的一生 宋家三女被富有而开明的父母送到美国 接受正规的西洋教育 如同今天越来越幼灵化的流洋潮 或许这后面的动力 一百年来都不曾变过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 全国一片欢腾烟花处处 流血回来的宋家三个女孩 都出落成婷婷玉立的大姑娘 但是她依旧相信自己的选择 相信自己理想主义的爱情 宋查理见女儿十匹马都很难拉回来 便将她软禁了在了房间 庆龄觉得父亲思想守旧 趁着月色庆龄跳窗逃跑 为了爱情与理想她义无反顾 母亲只能远远地看着女儿奔跑的背影 不久之后 宋庆龄与孙中山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她22岁 孙中山49岁 气急败坏的宋查理得之后 马不停蹄赶到了婚礼现场 将会躲避追杀庆龄躲在桥底下 烫着冰凉的河水一路逃命 夫妻两人在蒋介石的帮助下 最终成功脱困 再次重逢时 他们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宋庆龄也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 而蒋介石护驾有功受到孙中山的重视 经过这次叛乱 孙中山决定建立属于自己的军队 大姐夫孔祥熙表示愿意出资支持 黄浦军校也就此成立 孙中山将军校校长这个重要的职务 交给了护驾有功的蒋介石 孔祥熙也看出这个蒋介石不简单 不久之后 中国第一架自制飞机试飞时 为鼓舞人心 庆龄主动请因共同试飞 美龄验线地看着 二姐作为第一夫人坐上飞机 大姐矮铃提点她说 军校校长夫人也行 大姐已经看出蒋介石不简单 她有出人投地的心 也有出人投地的力量 作为军校校长 所有的军人受教于她 日后必会听命于她 美龄这才明白 蒋介石潜在的政治前途 正所谓一语道破梦中人 美龄心里顿时豁然开朗 两人还来不及相识 父亲送查理就病倒了 三姐妹围在父亲的病床前 庆龄身位俱下 想要祈求父亲的原谅 忽然之间 庆龄失去了生命里最重要的男人 他的父亲 他的丈夫 以及他的儿子 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提到 国民党要兼容并包容纳共产党员 而不是容调共产党员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还需努力 孙中山先生病逝后 宋庆龄悲痛欲绝 有些人创造了革命 而革命也创造了一些人 也许在革命中 死的最多的是男人 但受伤最深的是女人 想着丈夫临终前的遗言 以及两人奋斗了一生的革命事业 宋庆龄不得不让自己坚强起来 就在二姐庆龄的爱情 刚刚终结不久 三妹美玲的爱情才刚刚开始 她不是姜文 她是民国第一教父送查理 一生培养出了三个女儿 个个出类拔萃 宋矮龄嫁给了钱 宋美玲选择了权 而宋庆龄 致死都在维护丈夫孙中山的意志 深爱着自己的国家 孙中山去世后 蒋介石大权在握 大姐却认为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投资 若是能结合蒋介石的权利 孔家的财产 宋家的威望 那么他们将会成为中国最大的集团 大姐和二姐争执不下 既有主见的美玲 其实早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为了与宋氏联姻 蒋介石解除了之前的婚姻关系 甚至还答应宋信奉基督教 但他违背了孙中山兼容并包的意志 开始大规模迫害共产党员 宋庆龄对此非常愤怒 对于蒋介石和宋美玲的婚事 宋庆龄依旧非常反对 他说因为蒋介石不是中国的林肯 只不过是宁波的拿破仑 但大姐宋美玲非常赞成 一家人争执不下 最终 蒋介石和宋美玲的婚礼隆重举行 他把慈禧太后皇冠上的大珍珠 镶在了宋美玲的武协上 从此宋美玲代替宋庆龄 成为中国第一夫人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先生一致的绝对捍卫者 对蒋介石的做法深恶痛绝 丈夫用性命建立的新中国 如今却在一步步倒退 为了表明立场 他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 义无反顾站到了蒋介石的对立面 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幸福 宋庆龄决定孤身前往苏联 寻求救国之路 离别那天 只有年迈的母亲前来相送 母亲不明白三个女儿 为何会为了不同的想法闹到这样的地步 宋庆龄却反驳道 这些不同的看法 是会影响到中国亿万万人的幸福的 宋庆龄去了苏联之后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 日本成绩开始大举进攻中国 就在此时母亲病倒了 姐妹三人再次相聚感慨万千 大姐拉着小提琴 庆龄和美玲四手连弹 共同演艺小时候母亲教她们的曲子 母亲也去世了 只剩她们三姐妹 中秋雨夜 矮龄和美玲希望庆龄蒋介石化干戈为玉帛 组织了一顿团圆饭 结果庆龄和蒋介石还是吵起来了 矮龄和美玲劝解 庆龄不自觉开始用英文交流 一句后结束 两人对革命不同的信仰 让他们之间的矛盾注定无法调和 最终蒋介石被宋庆龄彻底激怒 有了派人暗杀的想法 宋美玲知晓之后连忙拦了下来 他警告蒋介石 只要有他再绝不允许有人动二姐一根汗毛 亲情到底是亲情 哪怕政见不同立场不同 危急时刻却还是会不惜一切保护对方 此时的日军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 百姓们民不聊生水深火热 面对无数爱国将士一致对外的口号 蒋介石却依旧以意孤行 他前往西安边侧张学良杨虎城加快搅攻进度 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绑架 以此逼迫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三姐妹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美玲担心国民党内部会有人以救人之名 行杀人夺权之时 于是关键时刻 聪慧冷静的大姐宋矮林林威不乱 动用金钱和人脉关系 召集了数以百辆的汽车 用车灯照亮了一片区域 使得飞机成功降落 之后的日子 全国上下一致抗日 宋家三姐妹抗战一条心前往一线慰问 他们的公开出面 象征着国共合作抗日的决心 同时也极大鼓舞了全国各地的爱国将士们 日本金钱万贯也好 权倾朝野也好 平平淡淡也罢 当死亡那一刻到来的时候 什么也带不走 人这一辈子到底在追寻什么呢 富有师叔气自华这个道理 我越来越深信不疑 从小接受国际化教育的宋家三姐妹 依靠自身的气质才华 和家庭的才是找到了理想的归宿 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一个爱国 简单粗暴的脸谱化三个女性 为了加深这个人设 从儿童的他们扔掉自己喜爱之物 不同表现细节刻画出这个人设 似乎表现出人之初性本上恶探一样 但是值得欣慰的是 采用了历史人物中的著名语录和事件 汤曼玉和杨子琼等演员 真的表现得淋漓尽致 只能说如今很难看到这些经典 你们觉得呢